今年以来 海螺创业 586 红丑 市值297亿元 跌3% 海螺水泥 914 结股市值396亿元 A加H总市值1837亿元 升12% 去年初至今 海螺创业大跌52% 海螺水泥只跌22% 追落后 买海螺创业 1.海螺创业经营垃圾发电 港口物流等 去年6月底 在全国24省市共拥有环保项目111个 包括发电项目98个 垃圾处置项目10个 能源项目2个 锂电回收项目1个 海螺创业也是海螺水泥的控股公司 持有对方的股48.28% 19.29亿股 仅此项权益已值694亿港元 以相等于海螺创业市值的2.3倍 2.海螺水泥1月30日晚发出刑警 2022财年 12月年结 盈利了跌50%至58% 中间落墨计 跌至153.2亿元人民币 EPS2.89元人民币 以此计算 虚为9.3倍 发刑警至今 股价累计升4% 跑赢国址 同期跌9% 是市场预期2023财年业绩会好转 3.海螺创业至今并无法出刑警 估计亦无此必要 2022财年 12月年结 上半年 海螺盈利高达145.4亿元人民币 按年激增3.2倍 只是因为去年初分拆海螺环保587上市 有巨额非现金特殊盈利入帐 不计特殊项目 去年上半年盈利24.3亿元人民币 按年跌24% 2022财年全年 预测赚182.1亿元人民币 增幅144% 建议低至1.4倍 但不宜以此盈利计P 不计特殊项目 全年预测赚61亿元人民币 以PS3.48元人民币 跌幅18% 建议4.1倍 较海螺水泥的9.3倍折让5.6 4.海螺水泥2022财年 预测PB0.75倍 海螺创业为0.52倍 较海螺水泥折让预三成 海螺创业现价16.4元 目标22.8元 潜在升幅39% 花旗去年11月看26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智商业